再见就是陌生人 最不念旧情 星座Top3 第一名感情破裂就潇洒转身 人的一生会拥有许多感情 有些人对于过去的感情总是念念不忘 无论过了多久依然觉得心有遗憾 而这些星座是公认的最不念旧情 他们相对冷漠无情 总是能轻易将过去抛诸脑后 再见就成了陌生人 Top3 狮子座 狮子为人豪爽仗义 无论面对什么事情总是果断分明 绝不会犹豫不决扭扭捏捏 面对感情也是如此 爱的时候炙热如火 无论付出多少都心甘情愿 不爱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惋惜自己过去的付出 只会干脆利落地转头就走 不念旧情是必然的结果 这一走一辈子都不会回头 哪怕知道自己割舍这一段感情会痛彻心扉 狮子也绝不会后悔 该走的时候就不会强留 Top2 摩羯座 摩羯虽然是个善良的人 但他们从不会心软 尤其是面对分手这件事 毕竟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摩羯就会用以后再也没有焦急的态度去面对 哪怕知道旧爱过得再不好 他们也不会有一丝怜悯之心 因为摩羯并不想浪费任何时间在无意义的事情上 尤其是已经决定结束的感情 对他们来说纠缠不清很烦 只想要尽快远离 摩羯也会很快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Top1 水瓶座 水瓶一向随心又自由 面对感情总是很淡然 或许就是因为天生就比较自我 所以他们对过去的感情没有太多依恋 更在乎的反而是自己的感受与未来 丝毫不想继续困在旧情里 既然感情都逝去了就潇洒转身 在水瓶看来 只有尽快结束这段旧情 才能尽快迎来崭新的生活 所以他们绝不会拿过去的感情和回忆来为难自己 一旦断了联系 过去很多事情都可以抛诸脑后 再见也只是陌生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